王小菲與大S的風波延燒至今 就連小S和老公徐雅君都被拖下水 王小菲日前在微博爆料 小S與唐姓舞蹈老師有染 此爆料也讓不少網友猜測 更一度傳人出事 預料老師唐又欣的荒謬說法 陸媒更曬出小S與舞蹈老師的合照 並指出日常生活照裡 兩人依偎在一起台媒更早就知道此事 只是台灣網友比較寬容 所以就放過小S 此新聞也在中國瘋傳 事實上這位傳聞中的老師其實姓陳 暱稱為響祥 是演藝圈相當知名的舞蹈老師 自從2020年開始 小S就時常在社群分享與他合跳的影片 更稱呼這位留著中長髮、聲音撫媚 無技高超的老師為偶像 兩人交情非常好 就連吳康仁為演出華燈出上的寶寶一角 也曾向響祥老師討教過 而陳老師被瘋傳是小S的出軌對象 他也轉發相關新聞表示 我要小瘋了 我竟然是唐老師 我是翔翔 我姓陳 最後跟附上哭笑不得的表情圖案 看起來相當無奈呢